大家好,我是家宝妈妈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做酥脆麻花 咸味和甜味两种味道 第一个面团 中筋面粉280克 植物油60毫升,也就是50克 抓捏揉搓,让植物油和面粉融合在一起 这样可以阻止面粉筋性的产生 加入一个鸡蛋,带瓶重60克 盐5克 室温水100毫升,分次加入到面团里边 室温水100毫升,分次加入到面团里边 稍微的揉几下 这是一个软 但不粘手的面团 保鲜膜包住防止风干 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来和第二个面团 中筋面粉280克 同样的 植物油60毫升 约50克 植物油可以用 玉米油 葵花籽油 色拉油 等清制油 同样 同样 抓捏揉搓 让植物油和面粉融合在一起 打入一个鸡蛋 带瓶重60克 加入白糖45克 喜欢吃甜的可以加到60克 盐 1克 苏打粉 1克 抓捏 室温水100毫升 分次加入到面粉里边 不知你正在哪里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给我点赞 并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非常高兴 这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很快 另一个面团也准备好了 同样 是一个软 但不粘手的面团 保鲜膜包住 现在 两个面团都准备好了 松弛20分钟 20分钟以后 再次揉这两个面团 这是第一个面团 咸味的 揉几下 揉到面团 感觉很柔顺 里面没有硬一块 软一块 光滑又柔软的面团 淋入一点植物油 在上边 让油包裹住这个面团 用保鲜膜盖盐 用保鲜膜盖盐 再来整理第2个面团 甜味的面团 保鲜膜盖盐 让这两个面团 松弛40-60分钟 直到很柔软 40分钟后 拿起第1个面团 先用手 整理成面片 由于面团的表面 用油包裹着 所以它不会粘连在一起的 用擀面杖擀开 整理成16×30厘米的长方形 分成15等份 每一份约35克 拿起其中的一份 从中间 往两边用力均匀的搓 搓成50厘米粗细均匀的长条 粗细和筷子的 细的那一头差不多 左右手从两头 往相反的方向搓 抓起两头 它们自然就 要合在一起了 再相反的方向搓几下 再抓起两头 一个麻花的形状就出来了 再把一头 这样穿进去 炸的时候就不容易散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0个麻花生皮都准备好了 植物油加热 撤油温 筷子头刚刚起泡 约110至120摄氏度之间 逐个放进去 用中小火炸 用筷子翻动 这样可以避免麻花和锅底挨得太近 避免颜色过重 炸约20至25分钟至金黄 就炸好了 接着再来炸甜味的 中小火炸 可以看到油里面很多的泡泡 这是因为我们和面的时候加入了白糖的缘故 用筷子不停地翻动 同样炸约20至25分钟至金黄 出锅 非常的漂亮 晾凉了以后 咸味的 很酥脆 甜味的 很酥脆 喜欢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关注 点赞 留言和分享 谢谢观看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